任何膠類都有一個出廠的日期 是否過了它有效使用期就不能用呢 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銀行的我是澤SirCarrie 相信大家都試過打玻璃膠 但發生過以下情況沒有 就是當你拿出來的時候 咦 打不出 因為裡面是乾了 除了臨時臨急要去買過之外 當然啦 又浪費錢又不萬補 以下這個秘技就或者幫到你了 事不宜遲馬上去變 而且很多時候乾的地方 只不過是頭頂這個位置或後面這個位置 即是說中間是未乾透的 就像這支MS的黑色膠 其實很好用的 但是乾了 難道扔掉它嗎 看到嗎 其實現在這些東西都是很新鮮的 如果沒有東西扔掉就很浪費了 那你說 咦 怎麼用呢 有些師傅呢 然後呢 湯開了之後呢 就用些東西刮下去 但是始終呢 開一次之後呢 就用不回了 其實是有個方法的 我現在做給你看 好像這一支的時候呢 用到這麼短的時候呢 其實這裏呢 後面這裏 是後面乾了 這些全部都可以用的 然後一扔掉就非常的浪費 你看這支膠的透明度是很高的 前面乾的就是在這裏 這一粒 看不看 就乾了這一粒 還有前面一點的 這支膠其實已經開封了很久 一年兩年的這支膠 即是我們放在這裡做展示 因為它前面都乾固了 後面都乾固了 那麵是一個密封的地方 那裏面的膠就不受影響 那你得出了前半截之後呢 那個地方固定它 然後固定它就可以了 然後拿出熱封窗 然後中間呢 還可以拿些東西頂著它 沒有所謂的 這一粒是有些乾固了的膠 先 OK 就吹了 那一段搖的時候呢 就是要撐開它 這支 前面的一節其實可以重溶的 當你用完這支膠的時候呢 你拔走了後面用完的 然後這個呢 放在工具箱裡 就下次可以再用了 那如果你說 喂 我不想弄餐死 很難弄的時候 其實是有現成的 就像這些這樣 那這個一模一樣 當你這支膠 撐開了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 撐下去 接著這裡 飛到頭去 用完之後 撈出來 就搞定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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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